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能否破解它的身份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离奇的火灾 2014年3月28号深夜 江苏省静江市济市镇新村的三元桥街上 发生了一起火灾 惊醒了周边正在睡梦中的居民 火势非常凶猛 整个老街都被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 起火的位置是一家电动车铺 消防官兵赶到以后 撬开店铺的卷帘门才得以进去救火 这些银站出来的 他们看好像里面没有人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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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1点45分 大火基本上被扑灭 但是电动车铺的主人老钱夫妇 却一直不见踪影 火救下来了 你看 明目全非 也就是 有总共11间房子 全部烧毁了 凌晨3点20分 消防官兵 消防官兵终于在废墟中找到了老钱夫妇 但找到的却是两人的尸体 他们没能在这场大火中生还 三元桥街的火灾损失惨重 大火烧毁了6户商铺 11间门面房 初步估计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上 葬身火海的店主老钱叫钱志刚 今年63 老伴呢52 两个人在济市镇的三元桥街上开店 开了20多年 老钱的铺子是怎么着的火 火灾呢 一般都有两种可能 失火或者是人为纵火 电动车铺 它属于毅燃商铺 因为电动车电瓶起火 这时有发生 所以现在不能排除是失火 可要是纵火还烧死了人 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镇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三元桥街整条街上的生意 也都受到了影响 老钱夫妇的去世 让所有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尤其是两个人惨死的状况 家人都觉得难以接受 两十几人要第一个进行解剖 确认这几个人 两名死者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导致的死亡 老钱夫妇两人的身体上 都有大面积的烧伤 并且死前两人曾试图救火 因为他先死何少 他就是外面的火 先把里面的空气消耗掉了 产生大量的氧化碳 他在里面救火 倒水救火的时候救不下来 最后两个人就死在水尸旁边 随着火的进一步蔓延 又将他提表烧着沉伤 起火原因的调查 首先从老钱的电动车铺开始 警方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 从铺子的卷帘门外 提取到了助燃物的痕迹 可以确定 火是从卷帘门外 向店铺内开始燃烧的 而并非是店铺内的电动车起火 这个店面上是火 就是我们就是要看用电量 因为当天充电的话 它用电是多少 能不能引起这个火灾 所以我们调除了当天的用电量 就是很少 所以基本排除了 那么风气下来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重火案件 那么后期的侦查 既然确定是安静了 也入了方向了 那么我们对整个的外围进行调查 火灾兴趣的认定 让办案人员感到了压力 如果是有人在老前的车铺外 故意放火 那放火的原因是什么 又是什么人 会在深夜伤害老前夫妇 还殃及了整条街呢 就是一个围绕死者的 生活上面的有没有矛盾 那么如果说要重火的话 那么矛盾还是比较深的 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小矛盾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 承知 法案民警先对三元桥老街上的居民 进行排查走访 邻居们的说法都比较一致 应该说我们的说法也可以 他也老实的 他在我们特别有二十几年了 我们没看见他跟他争过 说实话 我们有一层层还没听说 也没听到吵架 也没听到哭 这么一层都没有歌 周围的邻居都反映老前夫妇平时为人和善和别人没有积怨 大家想不出会是什么矛盾引发放火 老前的家人也想不出老前夫妇有什么仇人 整个一开始反映夫妻良 人际关系很好 通过后来的调查 看下来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实在可能脾气比较直爽 就是有点东北人的性格 就一动不动 嗓子就大起来 容易得罪了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 他们奇怪举动的背后是否隐藏了秘密 神秘身影身份难以确定 男人还是女人 监控中的火影究竟是谁 大火燃烧下的真相如何 敬请继续收看道德观察 离奇的火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老钱是这么一个人 平时慈眉善目乐乐呵呵的 可一遇到事性子急脾气大 尤其是生意上的事 特别较真 就是这个特点给了办案人员启发 他们转换了一种思路去推测 这个车铺火灾的发生 是不是跟老钱的生意有关系呢 比如说供货给老钱的厂家 是不是跟他有债务纠纷呢 或者是买过他电动车的用户 是不是对他的这个产品 有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就报复了 不管哪一种可能 你就算有再大的恩怨 用纵火的方式 这都太恶劣 太残忍了 不管哪一种可能 这场火 应该和老钱的电动车生意 脱不了关系 在济世镇上 三元桥街的位置虽然不算中心地段 但是十分繁荣 来来往往买东西的人很多 在南北不足300米长的街面上 沿街两侧密集分布着15家小超市和杂货店 五家建材店 四家理发店 还有多家粮油店 农资用品店 但是电动车店只有三家 老钱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买车的老顾客基本周居住在镇上 办案人员对供货方和顾客进行一一排查 重点针对和老钱有过矛盾的 一个就是 他卖的产品都低于市场的同等价格 还要低一点 然后都是欠账的方式 把车子欠出去 然后慢慢回收本钱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卖车子这么多辆车 由于车子的质量问题 也买车人和他也发生了好多纠纷 一系列调查过后 虽然有几个曾经和老钱 发生过纠纷的顾客 被列上怀疑名单 但是并没有特别有价值的线索 很正常的有一些争论 他的服务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是售后 只要一个电话 电门真坏了 他上门服务 服务上面还是比较好的 就在警方对老钱的生意网络 仔细梳理的同时 另一组罢人员 在对火灾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 进行资料收集 这时一段视频的出现 引起了注意 那么在案发前几分钟 我们看到案发现场南车的一个监控 有人就拎着一个东西 就向了案发现场方向走了 同时在另一处监控录像中 也捕捉到了这个人在现场来回的轨迹 发现火清以后 然后那个人又迅速的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确定 拎着这个东西的人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 电动车电的起火事件是在3月28号的凌晨1点10分左右 监控录像显示 在起火的前一段时间 出现在监控范围内的长发女子不太慌张 而且她手上拎着一个水桶 反复观看这段视频后 警方初步判断 嫌疑人应该是一个齐肩长发的女性 并且这个人是采用步行的方式到达现场的 咱们看到的这两段监控录像 让案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女性长发步行 这些信息都大大缩小了排查的范围 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就是这个嫌疑人他是拎着水桶 水桶给了办案人员重大的启发 因为火在现场遗留了一个 类似水桶被烧过的残留物 就是一个绿色的桶底 这个水桶很有可能就是装汽油的容器 于是对绿色水桶的调查 在三元桥街上迅速的展开 谁家曾经买过绿色的水桶呢 那么绿色的水桶在郡江 一般是不受欢迎的 老百姓喜欢红色的 绿色的很少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条街上面呢 有两家卖这个百货的 有这个水桶卖 其中有一家是09年进的货 到办案之前 卖给这个黄建峰家 也就是另外一个 是雅迭的店名才专卖的 在三元桥街上 购买过绿色水桶的 只有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 恰巧也是做电动车生意的 店铺就开在老钱家的斜对面 店主是一对夫妻 男的叫黄建峰 女的叫周璐娟 办案人员敏锐地察觉到 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黄家和老钱家 做的是同一种生意 同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 会不会是纵火案的原因呢 电动车铺在三元桥街上 算是不小的生意 三家电动车铺分别是 老钱夫妇 黄建峰夫妇 和一个叫周冰的年轻老板 三家老板表面上看起来 相互之间很友善 但是在生意上 老钱的车铺最好 那么修理上面 夫妇上面 他做的比人家好 他们都是叫坐在店里面 等修 就是其他的三家 而死者他是上门服务 那么无形之中 他自己的生意 又比其他三家好 在静江 电动车是乡镇老百姓 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镇上的每一户人家 都有电动车 有的家庭会有两三辆 而且电动车的损耗 和更新非常频繁 车铺的卖货量都很大 所以三家车铺之间 是存在竞争的 本来这个电动车 它是有限价的 就是最低价 不能低于多少 有品牌的 它都有限价的 那么死者是不遵守 行规 它可能低于这个市场价 那么竞争 明显的就比他们 有优势 但是竞争有很多种手段 真的会因为 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导致放火 甚至造成烧死店主 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警方首先把调查方向 锁定在了 雅迪电动车铺的 周璐娟身上 他也老实的呀 整天早上当晚上 不说一句话的 他会放火 哪知道 没有人敢相信的 他们两个人都很好的 这那么弱博 这不写心 是他们访核的 不相信是他的 没有矛盾的 我们这一片脂肪 都没有矛盾 都没有矛盾的 确实很好的 周璐的邻居 也反映这个人 为人比较老实 比较中后满 就是说 不可能做这类的事情 调查结果出乎警方的意料 周璐娟和黄建峰的口碑很好 街上的人都不相信周璐娟 会是纵火的嫌疑人 那绿色的水桶 又怎么会遗留在火灾现场呢 他自己就是反映到 我们家小雷个桶 桶放在外边的 今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也就是案发过后 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消息 让案情有了重大转折 也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重新做了这个侦查实验 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一名男性 他这个从身高 从这个鞋的大小 步伐 走路的状态 应该说是一个男性 也就是说 之前的侦查方向 有可能被监控录像所误导 对周璐娟的调查 也陷入了停滞 监控上的身影 如果真的欺骗了 办案人员的眼睛 却能让真相一直深埋下去了 火灾的谜团 到底怎样才能解开呢 从江苏省公安厅 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省厅的专家 对监控录像 进行了技术分析和侦查实验 得出结论 监控录像上 提着水桶的嫌疑人 不是女人 她是个男人 也就是说 这名犯罪嫌疑人 她男扮女装 这也就更证明了 老前车铺的火灾 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老前两口子开店 本来是为了挣钱 但是 他却因此送了命 那那个戴假发 穿着女装放火的男人 他是谁呀 他为什么要放火呀 明天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小镇老街失火 无辜店主命散火海 纵活着男扮女装 蓄意阴谋 她究竟为何放火 十天之后 老街再生祸端 是另有隐情 还是欲盖倚张 废墟之上 是谁在从中受益 两场大火背后的真相 究竟如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离奇的火灾